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 我是何湖景是萬錦市第六區市員 很開心今天我在這裡主持黃婉禎 參選市交部外政國教育委員的補選 我認識黃婉禎是超過10年的 在過去我們一起共同在社區推動還參政 另外一件事就是黃婉禎過去是有20年的經驗 在那個紙原辦公室工作的 他對於社區和所有的政治和教育的制度 是相當之認識的 今天我能夠成為一份子 我感覺到很榮幸 希望大家都對他大力支持 Thank you 大家好 我是黃婉禎 今天很開心可以和大家說說話 身為四個子女的母親 我自己對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教育制度有很深刻的體驗 和知道問題在哪裏 比如在ESL方面 比如在學校資源方面 都有很直接的接觸 我的社區工作 在社區已經工作了超過20年 在每天的個案裏 每天都為居民去聆聽他的問題 解決他的問題 所以很有實戰的經驗 有很紮實的基礎 在我們的區 大家都知道華人非常之多 我覺得我非常有這個能力 不是有熱情可以和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將你的聲音帶去你的多人多教育局 令到我們的教育制度更加完善 令我們的學生 小朋友的學習水平更加提高 和能力更加提升 從現在的質素提升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是我們將來的希望更加加入前途 多謝你 你對現今的教育制度 如果當選了他有甚麼建議 現在我們每天在學校裏面 很多家長都跟我們說 譬如口中手的問題 對資源分配的問題 海吉島服務的急設性 都是非常之大的問題 譬如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 在學校 兒子被人欺負 但另外小朋友的家長 投訴給校長 校長就說我的兒子打他 即是覺得投訴無聊 聽起來覺得 這些是一個個案 但當你在一個不同的 多人多教育環境裏面 遇到我們的環家長 遇到很多這些問題 當然是有經費的問題 資源分配的問題 服務質素的問題 就是很需要我們將我們華人社區 在我們本區 這些聲音帶來教育中間 或許多人的問題 或許多人的問題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大家可以的 資料 感谢观看